竹山珍秀船医院从97年推行远距教护服务至今 余县内多个乡镇共建制26个社区远距教护服务据点 今年共统计出116位 一年内量测血压超过100次以上的民众 在地方上加的赞助下 以多项好礼作为奖励 议员吴瑞芳、蔡宇柱、许树霞 街道场肯定秀船医院的用心 及民众对自主健康管理的努力 量血压都一百个以上起立 都来这些财务的活动 非常好 我们秀船医院是来照顾人群 在远距教护办法非常成功 为了鼓励更多的老人 能够到各个社区 还有远距医疗站来量血压 提供了很多的奖品 鼓励他们要长期以来 要培养量血压的这个习惯 也能够为自己的健康来把关 健康是大家广东来做这个关心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到自己本身 如果有毛病就一定要来给大家 他先来给你看看是不是要加油 所以在这里也恭喜我们基地 来参加我们家叔阿公阿嬷 因为你们的健康真的实在非常好 秀船医院院长指出 本线为老龄化比例相当高的地区 透过活动的办理 也是希望呼吁长辈们 在平时就能注重生理良策 65岁老年人口在南多县更高达14% 已经迈向所谓的高领社会 那老人家这么多的话 我们如果每个老人家因为生病到最后 整个一个身体状况变差的话 变失能失智 我想对社会对整个一个国家 对整个一个健保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如何让这些老人家 在未来的社会里面 虽然活得老 但是是拥有健康快乐的身体 那我想大家自我健康管理 就蛮重要的 此次也请来长辈们现身说法 希望有更多县民加入远距照护 使医院对民众的健康状况更加熟悉 在必要时也能立即给予协助 一年这样扭一段 一年了 一年差不多一百十几个作用 我们就每次来 因为这个班就是从921地震开始 遗迹就是本来就是受在清水活动中心 游秀团机器一直更新 起初是用晚辈宿的 那么现在已经做数位的 如安的牛和肉都没睡觉 如果我比较高 他就随意打来说 你怕比较高 远距照护系统在偏向的设置 不仅便利民众自我生理量测 也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以降低疾病对人们的危害 一掌和顺风除肯定秀传医院的用心 也期许更多民众都能加入远距照护 迷群雄心仪竹山采访报导 中建森物兵徉湖 中建森物兵律 中建森物兵又